我们讲苏东坡 他是乐观豁达的 是吧 我们讲李清照 他是才华横溢的 我们讲心气急 他是气比从容的 但是呢 刘雨昕 刘雨昕是什么 刘雨昕是在苦难的生活里 能够依然照射出一丝阳光的 刘雨昕成名很早 21岁的时候年少登科 但是呢 他因为大概是性格耿直 他就得罪了权贵 他就被贬了 他当时贬到哪呢 贬到了安徽的河州 他贬到安徽河州之后 就当地的支县 看他不顺眼 就给他分配了三间很破的房子 前面是一条大江 就你想出门很困难 然后他就心想 没事难不到我 他就写诗 他就写诗 他就写什么呢 就在什么身处大江 观白帆 人在河州思争辩 看这个大江之派 看过境千帆 然后就写得很美 然后之前一看不行 然后就把他的房子给他改了 改成两间 改两间之后 他就写 他说什么呀 什么叫做垂柳青青江水边 人在丽阳心在京 那个支县就很生气 说你这个 我给你三间五年 写 我给你两间五年 写 我给你一间破房子 就这一间破房子 我觉得我们都要感谢 那个支县给他的那间破房子 为什么要感谢 就是因为那间破房子 他写了什么 山不再高 有仙则明 水不再深 有龙则明 私事漏事 唯武得心 台横上街绿 草色入莲青 对不对 台笑有红如 往来五百丁 可以台肃秦 月经经 说这个感觉 真的 这就是漏世明 就是没有这篇文章 我们不可能去了解 什么叫做 独立人格 淡泊宁静 宁静 致缘 就是你在这个文章里面 你都能感受出来了 所以当时他京城里面的朋友 就担心他说 妈呀 三间屋子破 两间屋子破 一间屋子 漏世明都有了 都住成这个样子了 这怎么办呢 然后呢 肯定有朋友担心 他的一首诗 就传回了京城 那首诗是怎么写的 那首诗就说了 那首诗就是 我个人觉得写秋天写的最好的那首诗 自古逢秋 北季遥 我年秋日 盛春招 晴空一鹤 排云上 便饮事情 道必消 人生状态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 咱小的时候 老是让咱们背 咱们体会不到 这背后带给我们的人格的力量 请不吝点赞好